今天宋爷爷分享了 爱宝对福宝和瑞宝辉宝的月儿日记 以及写给姐妹三个的信 爱宝讲到 在自己亲爱的女儿们成长的过程中 身为妈妈的自己也成长了很多 爱宝感叹 不知不觉 自己都已经成为三个孩子的妈妈了 现在瑞宝和辉宝已经出生九个月了 最近的天气也渐渐变得暖和起来 这让自己每天外出散步时 常常想起过去的日子 就是养育福宝的时候 那时是自己第一次当妈妈 每件事都小心翼翼的 并且充满担心 就像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每时每刻都在费心费力地担心着福宝 而现在照顾瑞宝和辉宝时 自己感觉到 内心比之前更加自由了 而且也因为有了养育福宝的经验 现在也明白了许多知识 比如姐妹俩掉下来或摔倒时 都是为了帮助宝宝们的身心 得到更好的成长 不久前 自己还看到了辉宝爬到树顶的样子 真心觉得 辉宝越来越厉害了 每次看到瑞宝和辉宝 现在这爬树的样子 自己的脑海中 就会浮现出 小时候手足无措的福宝 而且 就连在树上打瞌睡的样子都很像 不过也有不同之处 辉宝更加活泼 更加淘气 而相同之处 就是都对竹子很感兴趣 就算自己现在根本不会吞咽 但都有在努力地进行咀嚼 自己很期待 瑞宝和辉宝并排在一起 吃竹子的那天到来 而姐妹三个 还有个共同之处就是 每次看到爷爷 就会吃溜一下 跑到爷爷身边 过去撒娇 不过有时候 自己也会担心爸爸们的体力 小时候福宝玩过小木马 当瑞宝和辉宝长大点时 爸爸们也给瑞宝和辉宝准备了 以前所有准备一份的礼物 现在爸爸们都准备成了两份 爱宝表示 很感谢爸爸 对自己三个女儿 无私和不偏袒的疼爱 而自己作为妈妈 自己也要更加努力 而对于辉宝和瑞宝 只希望他们能像福宝一样 成为一只幸福帅气的大熊猫就好了 别的 那就别无所求了 没想到 作为高冷的女熊 辉宝 居然在圣夕阿姨面前这么可爱 以前都是瑞宝追着饲养员跑 没想到 今天也看到辉宝追着饲养员跑的样子了 看来辉宝更喜欢和小姐姐玩 辉宝抱抱着圣夕阿姨的大腿 不想松开 一一起身去收拾其他地方的竹子 而辉宝就成了一一的小跟屁虫 看辉宝这两步路跑的 而一旁的瑞宝听到妹妹声音后 也赶过来帮助妹妹 瑞宝成功给圣夕阿姨的路挡住了 瑞宝完成任务后去到一边 这俩姐妹倒也不争宠 一个喜欢爷爷 一个喜欢姨姨 圣夕阿姨蹲下 一把给辉宝搂进了怀里 辉宝开心坏了 圣夕阿姨对着辉宝一顿撸 辉宝被撸得很舒服 而圣夕阿姨表示自己能撸到大熊猫 也感觉很幸福 而当爷爷来房间时 辉宝又成了沉默寡闻的那一只 瑞宝又变得活泼好动了 除非辉宝看到爷爷手里有奶瓶 这样 辉宝才会被爷爷引起注意 然后爬到爷爷身上 去抢爷爷的奶瓶 而到了妈妈那里时 俩熊又变得空前的一致 一起被妈妈嫌弃 然后抱团取暖 房胞胎熊猫宝宝 最新的视频来了 此时的将爷爷 正在为福宝一家 清洗自己刚从菜地收获的胡萝卜 将爷爷种的是三种颜色的胡萝卜 问大家见过没有 将爷爷将胡萝卜清洗好后 放到了爱宝的房间 想看看 爱宝最喜欢哪一个颜色的胡萝卜 爱宝在三种胡萝卜前仔细挑选着 而在听到奶爸的声音后 转头走向了奶爸 爱宝在胡萝卜和奶爸之间 选择了奶爸 然后给胡萝卜坐在了屁股下面 爷爷重新递给爱宝新的胡萝卜 爱宝一口就给胡萝卜吃掉了 爷爷感觉爱宝没吃过瘾 便给了爱宝一个大的 但当大胡萝卜接过去后 爱宝只是咬了一口便给其丢掉了 将爷爷一边掩饰着 吃胡萝卜的样子 表示胡萝卜的味道不错的 将爷爷一口爱宝一口 爱宝这是看到奶爸吃 自己才有食欲啊 爱宝打开胃口后 重新将刚才自己丢在地上的胡萝卜 捡了起来 重新给其吃掉了 下午爷爷在监控里看到 灰宝正翘着尾巴 在妈妈身边产心团 爷爷表示 这是第一次捕捉到 灰宝自己排便的样子 爷爷表示 很有纪念意义 爱宝好像也发现了灰宝这一现象 转头进行查看 爱宝夸赞灰宝做得很棒 然后为其进行清理 意思就是 爱宝会将灰宝的便便吃掉 画面太美 就不放出来了 而瑞宝此时正乖乖地坐在旁边 自己跟自己玩着 一会儿爱宝睡着了 瑞宝给妈妈当成了游乐场 在妈妈身上爬来爬去 看上去玩得很是开心 这爱宝和乐宝 于2020年3月21日 完成第一次自然交配 随后爱宝顺利怀孕 6月份时便出现了灵产的行为和征兆 但此时韩国这边并不知道 大熊猫幼崽在出生前 该做怎么样的准备 两个爷爷此时也很惆怅 虽然照顾动物已经很多年 但对于大熊猫繁殖 这是两个爷爷第一次经历 也是整个韩国的第一次 于是我国大熊猫中心 派出了吴奶爸 赶往韩国进行协助帮忙 当时因为正是世界疫情的严重时期 吴奶爸到了韩国后 一段时间里 只能在宾馆进行工作 爱宝乐园则派人来为吴奶爸送资料 而我国国内的专家 也同样为爱宝的怀孕情况所担心着 与吴奶爸一直紧密联系着 而对于爱宝这里也是很紧张 因为这也是爱宝第一次怀孕 第一次生产 第一次当妈妈 当时间到了距离爱宝生产五小时前 爱宝的养水开始破裂 身体孕前的状况也越加明显 但此时饲养员们 也无法对爱宝做过多的干预 所有人在此刻都明白 爱宝此时的身体是很痛的 爱宝生产的十分钟前 此时宋爷爷正坐在爱宝房间外面 记录着爱宝的情况 而我国专家 已经韩国其他饲养员 为了不影响爱宝 都藏在了爱宝看不到的地方 当时间来到21点39分 随着爱宝身下的一声嘴哭声传来 福宝顺利诞生了 但此时因为爱宝是第一次生产 爱宝尝试了数次 都没有成功将福宝雕起来 而福宝也随时会因为 没有得到及时的保温 和妈妈的舔尸等问题造成死亡 这时时间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爱宝发出了吼叫声 这表示爱宝的心情 也到了情绪的极点 这种情况下 爱宝可能会做出弃载的行为 我国专家便决定人工育幼 无奶爸第一时间将福宝取出来 让爱宝的情绪得到缓解 之后 无奶爸将福宝 放到了提前布置好的育儿箱里 当观察到爱宝情绪稳定后 于是便将福宝给爱宝还了回去 尝试让爱宝试着带一下 这一次爱宝成功将福宝叼到了怀里 而此时 两国的饲养员们 这才送了一口气 宋爷爷和韩国其他饲养员都表示 很感谢无奶爸的到来 无奶爸的到来 像是给韩国饲养员们 吃了一颗定心丸 宋爷爷表示 看到无奶爸照顾熊猫幼崽的熟练动作 便知道自己可以依靠他跟随他 感觉没有什么事情 是他不能完成的 早上福宝来到园区 先是来到了自己的小厅子上 给爷爷藏在竹子堆里的窝头 找了出来 给其吃掉 吃完窝头后 福宝舔示自己小餐桌的这个步骤 是福宝每天必不可少的一步环节 也是福宝勤俭节约的标志 一会儿福宝吃完饭 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 福宝已经来到树上睡觉了 除此之外 依依在排队时还发现 爷爷们将室外园区观景族的围栏 全部撤掉了 依依福宝从树上 醒来在园区转了个圈 来到了依依们所站的玻璃前 和依依们打了个招呼 福宝这算是随机虫粉了 福宝的行为 引得窗外的依依们 发出阵阵欢呼 一会儿福宝又跑去后排 又和后排的依依们打了个招呼 福宝是懂虫粉的 虫粉过程中 福宝还不忘检查一下围栏里面的观景竹 看了看 有没有稍微鲜嫩一些的 福宝环视一圈结果 令福宝有点失望 而宋爷爷看到福宝的行为后 怕福宝再次爬进围栏里 以防福宝受伤 爷爷喊福宝回来 顺便还给福宝准备了胡萝卜和窝头 福宝来到小亭子上 看到胡萝卜和窝头后 才对观景竹打消念头 上周福宝和乐宝可都没有闲着 父女俩除了每天日常的吃饭睡觉以外 那花活更是一个接着一个 每天不同样 就从福宝下树来说 姨姨就给打出了十分 因为满分一共就十分 福宝从树上下来后 福宝来到秋千前 抓着秋千一阵玩耍 爷爷这次做的秋千 福宝躺着不大不小的正合适 福宝拉着秋千的绳子 一个旋转给自己从秋千上转了下来 刚转下来的福宝还有点懵 坐在原地想了想 刚才怎么回事 福宝给依依们表演着节目的同时 乐宝这边也没闲着 正坐在观景竹前吃着自助餐 自助餐吃完 乐宝还想挑几根打包带走 乐宝在观景竹前 转来转去仔细地挑选着 福宝这边从室内休息完出来后 来到了自己小时候玩的滑梯前 给自己蹭了蹭背 紧接着在园区里开心地翻了两个滚 然后一路小跑 再次来到秋千前 对着秋千一顿挥舞 抱着秋千跟依依们 展示着自己身体的柔软性 坐着表演完福宝又站了起来 福宝这全身上下都是活呀 秋千上表演完 还有福宝的小吊床 福宝在吊床上荡来荡去 展示着自己的完美身姿 福宝脚踩吊床 手拉树干 打算直接爬上去 但是没有成功 输在了腿段 然后福宝又给自己的脾气 全撒在了秋千上 最终还是秋千承受了所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